Kamera这个全新升级的AI魔法媒体功能 真的太强大了 你只需要简单的输入一下 你想要生成什么样的影片 AI就会按照你的需求 去快速生成相对应的影片 而且你还可以首先使用文字生成图片的方式 去生成你想要的图片 然后再把这张图片去生成动态的影片 更让人心动的就是 即使是免费版本的Kamera用户 也是能够使用这个功能的 这期影片我就详细展示给你 如去使用Kamera这个魔法媒体功能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反观于 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推荐内容 我每次会分享三部影片 谁都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想打开Kamera的魔法媒体功能 你需要来到Kamera首页上面 然后在左边找到应用程式 在热门应用程式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魔法媒体工具 魔法媒体工具 它就是将创意的点子 化为影像与图片 你只需要提供简单的说明 即可制作动人的影像还有影片 甚至可以将已产生的影像 去转化为影片 这里还要提醒到 未满13岁的使用者 必须在监护人的陪众下去使用的 他的技术资源是轮尾 还有就是 这个功能能够帮助你去新增内容到设计里面 或者是到为上传媒体到Kamera里面 在底下你就可以选择应用于现用的设计 或者是应用于新的设计 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使用新的设计 在底下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文档尺寸 你也可以自定尺寸 比如说我选择简报的16比9的格式 在这左边我就打开了魔法媒体工具的功能 假如说你已经在一个设计里面了 你想去打开魔法媒体工具的功能 你需要来到左边应用程式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热门选项底下 可以找到这个魔法媒体工具 这也是能够打开这个工具的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文字转图片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文字转影片的功能 首先会展示这个功能 这里面你首先需要输入一个描述 你可以描述一下场景 加入一些颜色地点动作的听词词 比如说我现在的提示词就是 智囊观照要下 以专业电影拍摄风格 呈现鸡血覆盖的专利上脉 然后可以选择里面去产生影片 现在它在处理了 需要大概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是能够去到别的选项里面的 比如说可以去到元素选项 在这里面我可以做出任何的操作 比如说交流率元素 然后可以再回到魔法工具里面 这个时候去看一下 这整个的进度是什么样 都是可以的 现在就可以看到 CAM的AI就根据我刚才所展示的提示词 就生成了这样的影片 我的提示词是这个 自然观照要下 以专业电影拍摄风格 呈现了鸡血覆盖的专利上脉 然后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上面 就能够播放这段影片了 如果决定使用这段影片 我就把它挪动 挪动到我这里面 然后在播放这段影片 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真实的 然后对于这段影片呢 我也可以是做编辑的 比如说可以把它变短一些 我选这个剪刀的标志 然后把它拉短 然后选到完成 那么它就变成了2.4秒了 假如说我不喜欢这段影片 我就可以选择再产生一次 现在可以看到 AI就帮我产生了另外一部影片了 我可以把它挪动到这里 我可以来播放一下 也是非常真实的效果 我们所有AI生成的影片 在上传页面里面都是能够存在的 我可以点击上传 然后选择影片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刚才产生的影片就在这里了 我想下载这段影片 你可以选择右上角的分享 然后选择下载 这里面选择格式 选择MP是影片格式 这里面因为我是有两个页面的 所以会让我选择要下载哪个页面 在选择完页面之后 就可以选择这里下载了 或者是你可以回到上传页面里面 在这里面影片选项底下 你可以找到想要下载的影片 然后选择这个三个点标志 这里面也有下载选项 这会展示给你 如果使用CAMERA的AI 去文字生成图片 然后再把生成图片 去变成动态的影片 不过在此前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 就能做这部影片点赞 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 像我使用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文字转图片的功能 也是一样 要让你先输入一下提示词的 比如说输入提示词就是 树屋电影灯光 然后在底下 你可以选择想要产生的样式 在这个界面上面 会给你五种样式 但是你可以选择展看全部 这里下就会有更多样式了 比如说可以选择电影感的 然后在底下 你可以选择宽高笔 这里面会有方形的 横式的 直式的 我可以选择一个方形的宽高笔 然后选择建立影像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现在使用的是 Canva Pro的账户 所以我每个月能够使用500点的次数 没使用一次就会消耗一点 而这个文字转影片的功能 我每个月能够使用50次 也就是50个点数 没使用一次就会消耗一点 如果你是免费版本的Canva账户 那么想要使用文字转影片的功能 你这账户终身只能够使用5次 虽然是很建议大家 去升级到Canva Pro的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Canva Pro的30天每月使用 这里就可以看到 Canva的AI就帮助我生成了相关的图片了 每一张图片我都是能够选择的 我可以把它挪动到这画面里面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非常真实的 能够很好的去根据我所提供的提示词 去做出相应的图片 如果我不喜欢 也是能够选择再产生一次的 但是现在我要展示给大家 如果使用这个生成的图片 去把它变成影片 比如说我想选择这张图片 把它变成影片 我可以选择三个点标志 然后选择这个产生影片 现在就开始 把那张图片去产生影片了 需要等待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你可以看到 它就帮我生成好影片了 我可以把它挪动到画面里面 然后我可以来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真实的 我也可以把其他图片去变成影片 去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我选择这张图片 然后把它产生影片 现在Canva的AI就帮助我 把那张图片也变成了影片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效果也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 去使用不同的样式 我选择这个返回 然后输入一个新的提示词 比如说我提示词是 偏远小档上面的红色小屋 然后选择这个动画风 我可以选择横式的宽高笔 然后就选择建立影像 这个时候Canva的AI就帮助我生成了4张图片了 我可以选择一下这张图片 可以看一下 整体效果都是不错的 然后我可以把这张图片去变成影片 选择这三个点标志 然后选择产生影片 现在Canva就把刚才的图片去变成影片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的云还有下面的水都是在流动的 所以建议大家都能够去尝试一下 你可以输入文字去让它生成影片 或者是先用文字产生图片 再把一个图片去变成影片都是可以的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像Canva加入了越来越多的AI功能了 其中一个AI功能我认为也是非常强大的就是 Canva的AI图片编辑功能 你可以输入任何的文字 就能够让AI去产生相对效果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里面会有详细的展示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内容有帮助 需要能够做影片点个赞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